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E-Worker到顶前 我是黎化 当一个人对一生所努力的事物绝望了 彻底分手了 却又突然再回头 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呢 一份疼惜 不舍的心 这位年轻人在大甲种芋头 从阿公到父亲都务农 他没有多想当兵退伍就接手父亲工作 却遇到盘上刁难 任由芋头乐在田中烂掉 损失惨重 于是他决定不再种芋头 还从此沉寂了六年 大环境一样糟 从大陆越南进口的芋头 也标榜大甲芋头 但乡亲却还在为芋头奋斗 于是他从拾出头 下定决心 要为大甲芋头证明 回头第一步 他认真的去上课 学习怎么种出大甲芋头的特色 一切准备就绪 就为了推产销履历 这样才有办法证明 乡亲的努力也才不会白费 但是产交履历对乡村老农来说 是一项艰巨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用药严格限制 许多冠型农夫无法接受 更不用说得天天上电脑登录生长状况 老农夫操作不来 但他没放弃 为了种出健康的芋头 为了证明 他坚持做对的事 就算被别人笑是拱狼 他也觉得没关系 人不断地说服其他农夫 他终于成功了 带领产销班的班员 拿到了全台湾第一张芋头产销履历 他们种植面积超过千甲 而且不仅是栽种过程 甚至到后端的加工都有履历 他也是全台湾跨越生产 加工及行销三合一的第一人 为农业开启新的一眼 阿姨 油温可以了 我们来炸芋头 好 去炸的时候 我们就轻轻地翻动它 让它能够均匀地受热 然后这样炸起来的芋头 才会又透又酥又香又好吃 把姜下去先干炒一下 爆香姜片加入麻油和炸过的芋头 杏鲍菇一同翻炒 浓香Q松的大甲芋怎么吃 大甲人最知道 现在再将这个蚝油放到里面去 蚝油酱油提味再撒上一把九层塔 三杯芋头不但香气四溢 口感更浓郁 青菜木 香菜木 大甲 而另一款芋头米粉 结合食蔬和芋头 成就香醇美味的汤底 各式芋头美食令人垂涎三尺 提起耳熟能详的大甲芋 除了天然条件 在地农民更投入不少心血 泥泥田间埋入一株株育苗 产销班班长继闻熊笑说 每年一过立冬就可以看到 大甲芋农弯腰种植的身影 你这株还没拖拖拖拖拖 吉班长坦言 土壤和芋头生长息息相关 除了昔日轮作水稻 休根时种大豆 让芋头长得更快更好 种大豆之后 因为大豆有根流菌的有机脂垢 然后让我们的芋头的根系 长得更温盛 像我们这样擦下去的时候 我们大约是七到十公分 它抓力力比较强的话 它再强大的风势 它就不容易倒腹 投入芋头种植二十多年 吉文雄当年退伍回乡 其实一知半解 在地乡亲和前辈 就是最好的资料库 刚开始我们是刚退伍回来的青年 我们不会去找任何资源 所有资源我们都知道 遇到芋头什么状况 我们在一个叶子来农药行 问一下 现在芋头我是发生什么状况的 要怎么整治 到农药行 都有很多前辈在那边泡茶聊天 他会根据你的经验 根据他们经验来做个长城 大甲育生长期长达八个月 相较于一般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更费心力 这鞋蚊叶额的幼补条 里面的是母额的气味 它会把所有的公额 吸引到这个瓶子里面 幼补盒除了吸引害虫 鞋蚊叶额 也把关芋头种植的安全 根据这个密度 你来判断说该不该施药 因为有的冠型农民 只要有的是什么 看到的虫它喷药 看到的虫就喷药 可是我们履历来讲 我们是看它的密度太高 我们才会喷 不然我们是利用一些 树立菌什么来做防治 把这些害虫 把密度这些相当的危害 降到最低 原来五年多前 季文雄投入推广产销履历 从种植到采收 甚至后续加工 都比以往更繁琐 拔芋头 你这虫头要剁掉吗 这要剁掉 这都熟了 盲种植的同时 东北季风吹起的季节 也是芋头收成的时刻 季文雄骄傲地说 天然冷藏库 造就大家育生长的好环境 东北季风吹的强劲 可以把里面球尽的水分 吹得更干 更干的情况 里面的淀粉质 的结粉的状况会越好 越好 它的品质就会越Q越香 用镰刀刮除泥土 一边检视手中成果 采收时依照品质优劣分类 做第一道把关 你看有节切有削皮切块了 那可能就那就是遇到芋头 里面有腐败 为什么说含水量过高的时候 你不切除的时候 到消费者那边 那一段含水分过高的囚精 吃起来要硬硬的 把补回伤 然而比起冠型种植 产销履历的方式 让芋农难免面临 不得不的牺牲 因为产销履历来讲 它是要按照 芋头的良好规范的 里面的推荐用药 刚才做的时候 它的推荐用药甚至少是又少 所以农友看到那些推荐用药 他说这怎么做 因为我们也少那些药剂 我们的重量 还有我们的品质品相 会比较差一点 种植采收都要管控 还要牺牲收成成果 提起之所以投入产销履历认证 季文雄说 中盘剥削是许多农民共同的噩梦 有人说今年的价格已经很低了 可是我开始种植芋头的时候 我碰到的价格比今年更低 所以很多人说 你芋头种很漂亮 结果价格 价格不漂亮 曾经放弃种芋头 一段96年 直到在地产销班成立 让他再度投入 透过参访让他决定 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发现他们这些百大产销班 还是那十大产销班 他们能得到GEO的奖项 来讲就是他们有做出了 这个吉原谱的认证之后 他们为了让他们品质更高 让消费者更信任 他们会加烟一个产销履历 做出产品差异化 靖文雄期许突破昔日困境 这颗不行 要打掉 我们是利用这个欧槐 把里面的球尖的水分 从这颗欧槐挥发掉 让它里面的芋头的品质会更好 一般惯性的它只要装袋 直接送到航口还是拍卖市场 那是OK的 可履历的你装到袋子说 送到包装厂 送到包装厂不代表 每一颗都是OK的 只是例如虫咬的 还是坑坑洞洞的 还是有些瑕疵 我们会把它打掉 为芋头套上网袋 别上卡片 上头标示着产销履历标章 和QR Code 为了让芋头绅士一目了然 芋头的包装 比起以往麻烦许多 贴把这个三标 我们直接贴到芋头上面 因为它芋头上面有泥沙 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 不小心一拉断 断了跟好像又变成 没有铁标签一样 也是犯了食品加工法 所以一直说 在这标签我们一直改说 能找试不破的材质 采收包装两道筛选 使得完整的产销履历芋头 能成功贩售到市面上的 少之又少 而NG的结切芋头 同样必须透过局认证的厂商 做后续加工 喂 阿翔 这谁有吗 这牌的鱼鱼鱼鱼 成堆芋头经过水槽 翻角清洗 一贯流程因为认证管控 更加严谨 阿翔我们是理力的 ïlly的 这个做不 jakieś理力 像这个比较NG的 有切块的 我们都一粒进加工厂 到加工厂之后 它要把冠行的跟履历的 要分开 因为我们要有后面的追溯的问题 还没做产销理力来讲 采收的芋头 NG品一粒一样是進加工厂 可是这些没有任何追溯 今天才收多少 就要上网登打 繁复琐碎的规定与过程 让季文雄推广初期 难免有负面声音 之前的产销班 大部分的成员 大部分都是一些 比较年长的长者 听到要电脑登打 他们就直接不敢参与 索性食安风暴 提高国人饮食安全意识 也让原本兴趣缺缺的班员 跃跃欲试 重新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就是推广产销履历 我们走产销履历认证 让整个从栽种的过程 甚至到后端的加工过程 能够公开明朗 我扣了两斤我 我扣了两斤我 我这斤我还没有 还有两斤 还有两斤我还没有 但现在都扣掉了 延览行销团队 季文雄带着班员投入 一年就进军量饭超市 今年更成立合作社 除了确保芋头供货稳定 也希望让更多有意愿的农民 一起加入 你合作社的话 你可以辅导其他有意愿 加入产销履历这一块 把这些自同大合的收集起来 一同去辅导 来为我们产销履历这一块 的农产品一直来推广 保证收购 让农民专心于农市 因为对季文雄来说 大甲芋头不仅仅只是自己的饭碗 更是家乡的招牌 前辈历经很久时间 把大甲芋头这个品牌 这个建立起来 很多芋头饭 他除了去南部买芋头 去花莲买芋头 去家义买芋头 甚至连越南的 连中国来的 他也是都大甲芋头 如何证明 我们是真正大甲芋头 就是产销履历不二法门 翻转小农民运 这个虫食育苗的班长 带头邻军 要让更多人品尝到 大甲芋头的美味与香气 大甲芋头 大甲芋头 大甲芋头的 如果请开简zur 并算过来 最后的 butter